- 打噱 咖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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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說李哥啊 然後你的醬油啊 一路奔波到現在才真的可以有機會可以試到它的味道 到底什麼味道我實在很好吃 味道跟當初那個在wom打開來那個 那個一彈一彈的那個其實差不多 尾韻還不錯 充其量就是我笨 因為我吃了一口醬 但它的鹹不是讓你鹹到那種 讓你受不了的 好 那我們今天很簡單 這是歐巴 這是低哥的 好 我們先來做一個酸辣版的 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他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拿到手的東西就把它湊在一起 然後做一點點高味 它其實就很好吃 番茄先把它切成丁 這個可以先備起來 然後接下來 我們把蒜末放進去 記得蒜末都把它做到前面去了 這樣有點像在炸蒜末一樣 你會覺得這個做法好像有一點點太多的味 因為你在做很多的西式的義大利麵 也會這樣做 蒜末跟蒜油麵 那今天我會把它用西式的跟中式的結合在一起 好 那現在顏色變的 這邊趕快把番茄放進去 番茄現在已經明顯看到它的這個鍋子裡面已經都是有 有一點黑紅色的 好 我可以把它撈起來 不要太緊 那我們現在要煮板條 我們現在大概用3片煮的就好了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你要取筋瘦的時候 你要把板條先展開 展開之後不要就這樣放多 再把它捲回去 這樣它就不會沾了 一次 兩次 兩次 三次 好 就這樣 這時候放進來煮的原因是什麼 希望把那個外面的油給煮掉 不然那個油其實放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多少有一點油的味道 所以這個把它穿起來之後 你就不會把它拿起來了 好不好 好 拿個冷水 這個冷水盡可能用 就是開水 因為我們直接就要涼飯了 好 那這個是歐巴的有沒有 剁椒 剁椒有點辣 放個一匙就好了 然後這個 紅油辣子 它的特色是 比較拔 一匙 兩匙 三匙 添下來醬 一匙 半 然後這個 應該是有點冷卻的 番茄跟剛剛的蒜 把它放進去 來一點點糖 再一點點鹽就好了 無醋 好 接下來已經好了 我們把它就這樣取狀 再加上歐巴的泡椒 就是花椒 好好吃喔 好